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同时也是Dolphin社区的一名committer 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过去两年内 我们Cisco的大数据平台使用Domit Scheduler 做了一些持续性的优化和创新以适应我们的业务 然后今天的分享主要分为五部分 首先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然后下一部分是讲一讲过去两年内 我们公司遇到的一些业务上的挑战以及我们的解决方案 然后介绍一下我们在安全方面做的一些努力 然后是我们当前平台的一些metrics指标和一些简单的监控 最后讲一讲我们给社区做了哪些贡献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Cisco WebEx是一个开发在线会议和销售在线会议 包括Meeting Calling还有Contact Center等产品的软件公司 我们平台设计并搭建了大数据平台 服务于上述综合产品的数据接入和数据处理 以WebEx Meeting产品为例 当召开一个meeting会议时 客户端和服务器会向我们的卡布卡集群 发送大量的指标和日志 我们的内部和外部的客户 依赖于这些日志来优化他们的会议体验和生成相关的报告 我们的愿景是搭建一个大数据平台 能够服务我们的所有的内部和外部的用户 我们要消除数据孤岛 把基础架构限制在我们的设计内 同时我们的架构要支持多种公有云和我们现有的私有数据中心 由于Cisco WebEx是一个全球协作服务提供商 所以我们的客户遍布多个大洲和时区 我们在全球有多个数据中心 其中包括很多Cisco WebEx自建的一些自我管理的数据中心 同时我们也支持了AWS EKS数据中心 三年前我们选用了Domain Scheduler 作为我们的工作流处理调度引擎 因为它功能强大优雅且易于扩展 我们最开始使用的版本是2.0.3 后期我们升级到了社区的3.1.1的版本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架构是ROK8S的 所以我们两年前就已经针对于社区版做了一些优化 我们是ROK8S的 所以我们由于是一个大数据平台 所以我们更多的客户在上面运行的一些Spark ETL Job我们对于Spark模块做了一些改动 让它支持了OnK8S 然后对于Flink模块之前社区版本 支持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块我们重新开发了 然后让它可以在K8S上运行 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ETL Job 我们内部自己开发了一个可以通过拖拉拽的形式 就可以生成一个简单ETL Job的这么一个ETL模块 同时我们在每一个K8S集群里面配置了一个System TaskPod 用来监控我们每一个集群里面的每一个Pod的状态 我们还有在每个集群上配置了Grafana来查看当前集群的一些信息 下面讲一讲过去两年之内 我们在刚才的架构图的基础上又遇到了哪一些挑战 以及我们的应对方案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支持多集群 我们之前已经支持了在世界各地的多种 Cisco WebEx自我管理的K8S集群 同时有一些业务需要我们需要支持AWS的EKS集群 还有Cisco WebEx内部基于EKS集群 做了一些二次封装的叫做Kub的集群 同时由于美国政府的一些客户的需求 会对安全有更高的考量 所以我们还支持了基于K8S所二次做了一些优化安全性更高的一些私有集群 那么我们今天以如何支持EKS集群为例 给大家讲讲我们的一些经验 如图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架构 我们是OnK8S的 同时我们使用了一个Dobin Scheduler的服务 然后这一个服务可以管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多个Cisco WebEx自我管理的K8S集群 然后由于我们的服务是OnK8S的 所以我们依赖了一些组件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是容器化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Docker镜像 然后我们最开始是把这些Docker镜像存储到了我们Cisco自己所搭建的这么一个Docker repo里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资源存储选用了S3 Bucket AWS的S3来做我们的资源存储 然后对里面来存一些用户的一些价包 还有一些配置文件相关的一些信息 还有一块就是一些密码和密钥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数据库的连接信息和一些加密的卡夫卡集群相关的信息 我们把它存到了Cisco搭建的一个Volt的这么一个服务中 那么最后是我们由于使用的S3 Bucket和一些其他的AWS的一些组件 那么我们需要去做悬线控制 我们之前选用的是IAM Account来做这个悬线控制 IAM Account实际是存到了K8S Secret K8S地区里面的Secret里面实际保存的是AWS的KID和SSK 然后这是我们把我们的服务能够让它在K8S 在我们Sysco WebEx自建的K8S集群上运行起来的一些条件 那么如果我们要支持AWS的EKS集群 那么就要做一些改动 我们的Docker镜像 我们选用了AWS上面现成的ECR仓库来保存我们的一密纸 然后我们的AWS集群也是多个EKS集群在世界各地 那么我们每一个集群都有多个它自己的S3 Bucket 所以我们对Domain Scheduler做了一些更改 让它可以支持多个S3 Bucket的资源存储 然后我们的密钥相关的管理 我们采用了AWS里面的叫ASM的这么一个组件 来保存我们相关的密钥信息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把对AWS做全线控制这块做了一些优化 之前我们选用的AMO Count有这么两点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实际还是存到K8S Secret里面的一个AWS的KID和SSK 那么说到底它其实还是一个账户密码的形式 那么同时这个账户密码还会存在一个过期的问题 那么之前是90天会过期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一些Job它在K8S集群里运行 那么你就要保证它90天之内 它必须认为要重启一次 如果不重启 那么它就会导致它90天之后 它就没办法连上这个AWS相关的一些信息了 这块我们采用了叫Service Account的这种形式 Service Account在K8S里面 它其实存的是一个AM的一个Row 然后这个Row里面绑定了一些AWS的一些Policy 也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通过这种Row的形式来做全线的控制 它实际上没有详细的这些账号密码的信息 同时也不会存在过期的问题 这样就是我们四个组件做了一些替换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实际的一些任务 运行到AWS EKS集群 那么同时我们还对这个K8S的Cluster 这个管理做了一些改造 这里如图展示的只是我们支持EKS集群 那像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还要支持我们的一个Cube的集群 它是基于EKS但是又不完全是 还有一些安全性等级更高的这么一个私有集群 那么这些集群它往往不同的集群 往往需要一些不同的配置或者参数 才能够把我们的任务正常的调度在上面 所以我们对这个Cluster加了一个类别 就是Cluster Type 来满足我们这种不同的业务需求 那么同时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四个改动 然后说了这么多 但其实对于用户来说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用户如果想要去运行一个Job的时候 那么他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 他想要的想要运行的这么一个Cluster 然后完了之后选择他想要运行的这么的一个Namespace 然后这个时候就通过用户的ID和Project ID Namespace的ID和Cluster ID 就可以展示出来当前用户所拥有的Service Count的 这么一个权限的列表 当用户选择了一个Service Count之后 那么他就会展示出来这个Service Count 在这个Namespace和这个集群下面 他拥有的一些AWS资源的信息 他可以选择不同的SM Bucket 和选择不同的ECL的仓库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ASM 他配置的一些这些密钥相关的信息 然后针对于这些Service Count的管理 我们还开发了一个叫做Ost的系统 也就是他里面会映射到AWS的一些Component的组件 然后当用户想要去在一个新的集群上面运行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申请对应的资源 然后完了之后就可以跟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整个流程把它映射出来 对 然后第二块就是审计日志的相关的一些优化 审计日志这块是由于我们一些客户 他想要知道他的任务的一个修改 一个修改的记录 那么还有像刚才说的美国政府这种 对于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他想要知道修改的详情 于是我们就对于审计日志系统做了一些优化 然后在社区版其实最开始是有审计日志这个模块的 也是在三点X的版本推出了 但是那块有一些问题我们后面来谈 然后我们的审计日志这块是分了两版去做 第一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把整个架构搭好 然后我们只记录了一些操作层面的日志 也就是简单点说就是谁做了改动 然后我们第二块要做自断级别的日志的记录 也就是简单点说就是改动的内容 然后之前社区版他最开始选用的这个 审计日志的模型选用的是发布订阅模式 发布订阅模式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他的对代码的这个侵入性会比较高 那么我们当时社区是把这个模块开发好了 但是实际的记录日志的这个操作是没有做的 就其实是只有一个框架 如果我们想要对当前系统所有的资源的操作 都记录日志 那么我们就要去改动非常多的代码 我们要在所有的这个业务的代码里面 侵入这个发布订阅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逻辑的代码进去 这样的话不是特别的优雅 包括对于代码对于整个系统 侵入性非常高 于是我们这块选用了Spring AOP 面向期面编程的这么一种模式 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如果包括像 添加一个新的审计日志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API的层面上 添加一个接口 添加一个切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非常快的 支持这么一个功能 同时我们第一期是 记录了所有操作级别的改动 然后我们在代码层面 选了是策略模式 这样的话 如果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模块 想要支持这个审计日志的功能 那么它只需要新建一个实现类 并且在这个实现类里面去 自己去编译 自己去编写一些关于这个模块 一些特定的审计的这么一个策略 那么就可以完成添加审计日志的 这么一个工作 然后这里是如图是一个 当前的一个页面的一个UI的展示 可以展示出来某一个用户 在某一个时刻对某一个模块 做了什么操作 然后二期的话我们会把具体的一些 改动的详细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同时用户也可以按照 这种model的维度去进行搜索 比如说我想看 所有project级别的改动 或者workflow级别的改动 或者task级别的改动 都是支持的 然后第三块是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这块的话 对于现在我们的线上的一些用户 他每天的任务执行完成之后 然后也页面上也显示 他正常的运行成功了 但是可能由于一些 他的上游的一些数据方 或者有些其他的原因 导致他的实际运行出来的结果 可能跟他预期的是不符的 那么往往这种时候 就需要人工的去进行干预 那么这是在之前的时候 对于一个正常的客户 他想要启动 比如说一个spot job 当这个job运行完成之后 那他可能需要去手动的 去对他的结果进行一个检测 来判断当前的生成的数据 跟他预期的是否相符 那这样的话 其实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 然后市区也是在3.x的版本 支持了数据质量的模块 那么他其实也是 这个workflow里面的一个task 那么用户可以自己去配置 一个data quality的这么一个模块 这么一个任务 然后当可以把它连接到 我们的task的任务后面 里面可以配置一些规则 那么当这个正常的 他的spot job执行完成之后 那么他就会去自动trigger 这个data quality的这么一个job 当data quality的job 如果执行成功 那么对他来说 就是我的任务执行完成了 并且这个结构 也跟我的预期是相符的 那么我就认为 我今天的这个任务 是彻底完成了 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会问 就是我其实可以在task后面 接一个circle的一个模块 然后因为我们的 因为Domit Scheduler 也支持很多的数据员 那么我可以在这个circle模块里面 去编写一些我想要的 这个circle的逻辑 后面再接一个check的模块 来手动的去支持这个功能 逻辑上来说 和功能上来说都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这些数据质量检测的 这个规则来说 很多可能是重复的 比如说很多人会 我这个任务执行结束 我想知道我昨天的这个任务 他一共新增到多少数据 我只想要知道一个行数 或者说我想检测 某一个字段是不是空值之类的 这种比较通用 并且比较简单的东西 就没有必要让用户 再去手动的去编写circle之类的 那么配置一个数据质量模块 反正他就只需要通过这种 点点点的形式 不需要去写circle 他就可以完成他的操作 然后社区在三点差的版本 推出数据质量模块的时候 也新增了很多的一些入的规则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可以去查看这个 一个table的count值 然后一些noncheck的一些检测 然后我们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最开始社区版本 他是不支持选取数据库的 他在选取了数据源之后 这个数据源就是在那个UI里面 我们配了一个data source 当他选取了数据源之后 他的data quality模块的这个数据库 是默认选择了你当时配的 那个gdpc那个连接里面的 那个数据库 那么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可能我只是一个数据 只是一个数据源 但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数据库 那我可能比如说 我要查另一个数据库 这个对于之前来说 他用户只能去再创建一个data source 然后这块我们做了优化 我们给他支持了选取 数据库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同时还有一些 我们生产环境中有一些痛点 对一个是我们的数据 很多是存到isberg和pnote里的 然后我们支持了这两种数据类型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选取数据库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对于我们现在的客户来说 他们会有时候 比如说一些数据迁移相关的工作 他的一份同一份数据源 可能会存在两个地方 可能在两个dc里 那么他两个表的数据 是大体相同但是又不完全一致的 他的迁移任务执行完了之后 他想要去检测 我两个库里面的数据 是否是基本一致的 由于是大数据的场景 所以他的数据量不可能完全一致 他可以接受比如说5%的误差 但是他也要在这5%之内 然后我们针对于这个 做了一个新的入 来支持这种多表之间的 按照day或者说按照一个org的维度 去给他goleby 然后去count一下 看他的这个值 是否是在误差之内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之前社区的这个 data quality 他底层其实是一个spark job 然后这个spark job 也是不支持跑在k8s上的 我们的环境是onk8s的 所以后续这块也会给他 做一个优化 也就是支持让他跑到k8s上面 然后还有一块 是E2E的一个拆分 E2E的全程是 N2N test 那么他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模仿用户的操作 来判断我们功能之间的这个通信 还有数据的流转是否符合预期 简单点说就是模拟人类的操作 来判断这个系统跟我们预期的是否是相符的 然后这个社区在E2E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支持了非常多的case 这个是当时这个是目前我们比如说开发者 贡献者想要给社区提一个p2的一个流程 那么首先当贡献者在本地代码开发完成 然后测试完成之后 那么他就会往社区的这个github提一个p2 提了p2之后他就会triggerci 然后这个ci他就会去运行非常多E2E的case 然后只有当这些case全部通过之后 才能保证就是我贡献者这个新编写的代码 对于我当前的系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然后只有pass所有的ci之后 我们的这个才可以有比如说pmc或者commuter 这种有仓库权限的人进行merge之类的 然后社区其实支持了非常多的这种E2E的case 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这些E2E的case 相对来说会比较基础 它其实检测的更多都是一些crud相关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这个功能 它我新增一个东西 我删除 然后我这些功能是不是能够work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场景来说有点不适用 我们的集群是支持多个k8s的 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建的一些webXDC 还有一部分是awsEKS集群 还有像我们的cruid的集群 同时我们支持了多个s8k的 同时我们不光支持s8k的 不光支持了多个s8k的 对于像刚才说的美国政府及客户相关的要求 我们在自己的集群里面搭建了hdfs 来给它当资源存储 同时我们有vot 还有像刚才说的asm相关的这些东西 然后像这些信息的一些配置信息 像这些东西的配置信息 它往往不是单纯的可以写到代码里的 甚至这些是完全不能写到代码里的 有很多信息 比如是像我们刚才说的service account的这些信息 它也是不能存到数据库的 那它其实就是在集群里面的 那像这方面的一些集群相关的连接测试 我们在写代码或者说在跑 单测e2e在getup上跑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实际的去测试到这些东西的 于是我们对e2e做了一个拆分 我们把e2e拆成了两块 一块叫做e2e的client 也就是有一部分功能是比较基础的 那就是一些增生改查的功能 那么我们保证我们在提代码的时候 我们要保证这些case能通过 那么当我们代码合入进去之后 我们基于这个新的代码 那要去做一些连接远端的一些测试 来判断我们实际的跟集群相关打交道的 这块逻辑是否是work的 然后我们把它叫e2e local和e2e remote 然后e2e local就不赘述了 就是刚才社区的那些case 其实覆盖的也很全了 能够保证在代码级别 代码的级别保证 只要能通过这些case 那么基本上对现有的这些功能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然后对于e2e的remote 我们做了很多的case 包括像我们的spark 它支持要跑在不同的 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keypad上面 还有我们的flink和etl任务 我们编写了很多 比如像flink onwebxdc的这些case 然后spark on这种 比如kub的这些case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文件管理 那么它会去实际的连接不同的s3集群 来完成这个文件的上传下载 那么还会去连接hdfs群 去完成一些文件的上传和下载 那么它也会去根据 这个clink这个kbs集群的一些case 才会去实际的去连接这个kbs集群 看看是否能连接通 然后我们在name space上面 也做了一些改动 它可以展示出来 当前这个name space下面 有多少正在运行的job 那么这些也是需要去实际去连接到 机群才能去判断 你这个逻辑是不是ok的 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拆分 chaffer完成之后 我们的上线流程就变成了 当一个我们的同事 想要往这个代码写完之后 他会往我们公司的gethub 去提交一个pr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按照 刚才社区的流程 他会去trigger一个CI 然后这个CI会按照最新的代码 进行打包 打包成一个docker的image 基于这个docker image 会去做一些这个 e2e local的 也就是社区的那些case的一些测试 当这些case测试全部通过之后 那么他才去 可以把这个代码合入到仓库 然后当发版 当我们需要发版上线的时候 那么发版经理会去 基于最新的这个代码 然后会去打包 打包完了之后 会发到愈发的环境 那么发到愈发的环境之后 他就可以trigger一个 叫做e2e remote的这么一个case 他会去连接我们的愈发环境 去实行我们刚才定义好的 这些e2e的测试的一些case 包括像实际旅行job 去连接机群等等等等 然后等这些全部通过之后 那么就认为 这个新的代码 对我们的业务是没有影响的 他就会走正常的发布流程 当发布完成之后 那么他还可以再执行 一遍e2e的remote case 去连接我们的线上环境 去做一些这些测试 然后当这些测试 通过没问题之后 那相当说我们正常的发版 就结束了 那如果说中途 比如说有些case失败了 那么会去查看原因 那如果说确实是 由于这个新的代码 造成了我们这个逻辑 有一些问题 导致之前的case不通过 那么就及时的去 人工的去干预 然后这个架构图 就是已经添加了 刚才我们上述所说的 这几个功能 包括像这个审计日志 然后数据质量 然后还有支持EKS机群 然后实际过去两年之内 我们整个team做的不止这些 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这个权限系统 然后像目前的 盗配scheduler的权限系统 是管理员去人工的给用户授权 那这样的话 就会有一些不方便的情况 那比如说一个新用户来了 那么我们每次都要 人工的去干预 对我们开发了一个AWS系统 我们把这种管理员 去给用户添加权限 改成了用户手 去主动的申请权限 当他走了申请权限的流程 那么等这个流程审必通过 那他就自动会被授予 他想要的权限 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 我们管理员在授权这方面的 这么一个人工的成本 同时这个AWS系统也支持了 我们刚才说的AWS相关的一些东西 同时我们在这里面 还做了一些集群和 集群里面 namespace的授权相关的管理 然后我们是onk8s的 所以我们把rootcaper 做了一个替换 我们使用了ETCD来 来作为我们的注册中心 同时我们circle任务 也支持了跑在k8s上面 同时我们也支持了 Qubi这种查询引擎 还有像python 我们也支持 把它跑到k8s上面 然后像刚才那个DC里面 有一个叫systemtaskpod的 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把那个删除掉了 我们改成了 由API去主动的去拉 不同的集群里面的pod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team开发了一个 叫triple shooting的模块 我们很多的job 都是跑在k8s上面的 那么这块主要是两个功能 第一块就是给用户 一个叫健康分的 这么一个指标 也就是他当前的一个任务 他在k8s集群里面运行 那他得分是多少 如果得分过于 这个得分基于 比如说他的内存 或者他的cpu的使用量 以及他比如说 一些其他的指标来判断 我们认为这个 这个job很有可能会挂掉 那么他健康分数就会比较低 他就可以及时的通知用户 然后还有一块的话 就是在用户 一个用户在集群上面的job 如果他挂掉之后 那么用户就需要去 人工的去干预 查看日志来判断 我是由于什么原因 导致我的任务失败了 那这样的话 用户就需要去 登上我们的ELCage 以来catch 去查看他的日志 然后其实会有一个 比较长的链路 然后这块我们做了一些优化 我们在任务失败之后 我们主动去抓取日志 并且去进行分析 然后直接在页面上 会展示给用户 就是当前这个任务挂掉的原因 那么用户就可以很快地知道 当他接到告警之类的 他就知道他的任务挂了 那么点上去一看 就可以知道 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挂的 那么就可以很快地去进行修复 能够减少用户的一些 Triple收听的一些成本 第三块是讲安全方面 我们有很多 像我们有这种美国政府的客户 他对于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要求比较高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 整个Dominion Scalier 所有模块的一个 这个漏洞的检测 那这些是我们已经修了一部分了 然后最后查出来 还是有81个Critical的 这么一个漏洞 然后我们已经修到了 还剩一个 然后我们后续会把这些 所有的Critical 和HIGH级别的漏洞 全部Fix掉 对 后续我们也会考虑 把这个推送给社区 然后下一块就是 当前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指标 对 由于是大数据调度系统 所以其实更多的客户 都是我们内部的同事 一些也是一些开发者 对 所以用户量整体不会很大 然后整个Metrics这里 会展示出来一些活跃的用户量 比如说这个 一共有多少个Spark的用户 Flink的用户等等 然后还会展示出来 一些比较活跃的 比如说会 就是最活跃的 在这个ETR相关之类的 就有些参数 然后还会展示出来 集群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一共多少个Core 多少个Memory之类的 这只是一个大框 然后里面还会有些 更细致的一些参数 之类就不展开了 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监控 比如说在 我们很多Job 比如说Spark Job 那么它会有一些监控 来监控 比如说一个Spark Job 它运行时间已经过长了 它已经运行了十个小时 那么认为这种是不正确的 那么就及时的 加上监控 然后及时的通知到我们运营人员 或者通知到用户去及时的干预 后面讲一讲 我们对社区做的一些贡献 我们刚才所说的 审计日志的模块 我们的第一期 已经全部推送到了社区 然后像数据质量模块 我们正在同步开发中 像刚才说的 那个支持选择数据库 那块已经同步到了社区 后续像 Unkey by S 还有这种支持多表之间的 这种对比 还有一些其他性的下面的优化 我们开发完成 测试完成之后 也会推送到社区 然后像Alert的方面会做一些 我们做了一些优化和改进 然后这块也推送到了社区 然后我们是Unkey by S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 Key by S和Ham Chars 这种部署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在部署和升级的过程中 使用的过程中 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这块我们也是修复了 并且把修复的 相关代码也推送了社区 并且像ETCD 还有LDAP 我们支持了 HTPS SSL这种 这块代码我们也推送到了社区 并且相关的这个Ham Chars的配置 我们也推送到了社区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技术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监控到了一个 重复调度的情况 对于一个调度系统来说 重复调度是不可接受的 对 因为我们的调度系统最简单 也最核心的功能 就在于能够让用户配置的任务 能够按照用户的预期 准时准点的运行 不能重复调度 也不能漏调度 可以看到这两个Task 这两个Process 他们的调度时间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的ID值相差只有1 也就是在同一时刻 同一个任务被运行了两次 然后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和代价 去排查这个问题 然后先说结论吧 也就是Domain Scheduler底层的 调度框架使用的是Cause Cause的底层做并发控制 使用的是数据库的锁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TIDB数据库 然后TIDB数据库和MyCircle数据库 在RR的默认的 可重复读的隔离级别下 当你开启一个事物 然后创建第一个ReadView的 实际不一致 导致重复调度的问题 MyCircle是在 你创建一个事物 并且执行第一个快照读的 那个时刻 它会创建一个ReadView 但是TIDB我们在 网上做了一些相关的搜索 没有找到相关的官方的介绍 但是经过我们的测试 它是在开启事物的瞬间 就创建了一个ReadView 也就是这一点实际的差别 导致了Cause的这个并发会出现问题 然后会导致重复调度的问题 然后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要使用的是TIDB数据库 那么你就用RC 这个读以TDL的隔离级别 就可以fix掉这个问题 然后具体的 这个我们排查这个问题的流程 和这个整体的一个思路 我把它梳理到了博客里 对 然后由于时间的问题 大家就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扫码查看 然后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么多 谢谢大家 关于李老师 关于李老师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大家做特别做这个全球化部署 各方面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对老师还是很有经验的 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 来 老师好 那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提到了那个 任务健康的那块检测 是怎么样子 能够稍微介绍一下 这块是我其他同事负责的 但是整体的大体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的任务是部署到K8S集群上面的 然后比如说它的 我们可以监测到它的内存的使用量 或者说它的CPU的使用量 那比如说我们监测到它的内存快撑爆了 或者它CPU快满了 然后或者说当前网络有问题 它导致它的这个 比如它消费一个卡夫卡 它的这个卡夫卡的堆积会是非常的大 就像这种 就是我们 我们会做一个检测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认为这个任务很有可能 它就要挂掉了 那么它的分数就会比较低 然后上面也会告诉它 比如说OM或者之类的 对 然后如果说它 如果我们就认为它正常 它的次元占用率也是正常的 那么它其他的运行都是OK的 那么它的分数会比较高 对 大概是这么个思路 目前是没有遇到相关的问题的 对 再找一个 喂 Spark 它是一个job的形式 然后当前社区版本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你配了一个数据质量的模块 那么比如说 它有一些简单的配置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去勾选一个数据库 一个数据表 然后比如说我要去检测 比如说这个表的行数 比如说应该小于100之类的 那它就会通过你配置这些信息 自动给你生成一个circle 那它的Spark任务底层 其实就是会给你运行这个circle 然后返回一个结果 然后通过这个结果 来跟你配置的这么一个法制进行对比 来判断你的任务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对 但是这块目前社区这块有点问题 就是它 它是首先会把你配的数据表里面的 所有数据读出来 然后再去执行这个circle 那可能像比如说大数据的表 它的数量非常的大 那可能你读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性能问题 所以后续我打算做些优化 就是先把这个查询执行完之后 然后再根据数据去做一些对比之类的 因为不教会的话 可能为这个任务同样的结束 你去自身做什么 包括十分钟二分钟 然后你时间就拉 对 是的 好的 后续可以加微信再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问一下是因为看下我们的选费 是当在各个环境 美国中华市的支出 那你们现在还希望是说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流程 我们的服务其实是只部署了一份 就是我们整个API Master Worker 包括像ZK之类的 整个Domain Scalier 这个服务是只有一份 然后我们在这个服务里面 做了一个叫做Cluster这么一个管理 也就是在这个集群里面 配置了多个我们实际运行 Drop的这个KBIS集群的一些信息 然后当我们调度的时候 我们会去通过这个 选取对应的Cluster 来把你实际的任务 调度到你想要运行的集群上去 也就是一个主的Domain Scalier 去控制不同的集群 对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 是需要手动去配的 像 没有一次过去怎么学 对的 你像这块 你看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我配了一个任务 然后这里比如说我要选 我要查的是MyCircle 然后MyCircle里面 你自己去勾选 你想要的数据源 数据数据表 然后这么做一件事 没有做就是从你上一个照顾 到当前照顾的这么一个映射 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就是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任务 有可能未触发的这种情况 做过哪些去工作 去解决这个问题 未触发的话 我们暂时是没有遇到 我们遇到的是重复触发 但是我们有加相应的监控 那比如说像重复调度 这块的话 比如说我们数据库 这块会配置一些监控 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 就是每一个 在那个工作流的一张表里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code是唯一的 然后它的这个调度时间 是唯一的 那就是这两条 如果说出现了 像我们刚才那种 就是它的ID差的是一 但是它的code 和它的调度时间是一致的 那就是重复调度 但是对于 比如说我正常来说 这里应该有一条 但是没有的 那其实是漏调度 我们是做这种监控 来就是来检测 这种服务的质量 如果说我们收到了报警 那么我们就认为 出现了问题 我们就要根据 对应的时间去 做相应的这个问题的解析 然后再去修复 OK 那比如说 你线上是有 数百个任务在软 然后怎么样去做 发现这个 未出发的任务 还是通过数据库的表里面 存的那个 上一次那个数据是吧 那个出发点 这块的话可以 主要是通过告解 然后告解是一块 还有一块 就是可以在数据库 再做详细的 Circle的检测 对 再漏掉这种 就是平台方面的问题 对 主要我们在实际的 这个过程中发现 由于网络的抖动原因 导致的任务 在出发时间点的时候 通常网络的抖动 然后就没有出发成功 有这种现象 有这种现象 然后Cose 就是Dawin Skyler 底层的掉的框架是Cose 然后Cose 相对这种漏出发的话 它有一定的策略 它就叫misfire 然后它可以通过 配置不同的参数 来决定 就是有一个参数是 比如说就是Do Nothing 就是如果说我检测到了 我漏掉多了 我什么都不干 还有一种就是属于我 检测到的漏掉多 那么当我发现了瞬间 调度一次 后续就正常执行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我发现了漏掉多 比如说我 由于网络或者其他原因 我可能漏掉多了十次 它就会把这十次 全部调度起来 然后再正常走掉多 它有很多的这个参数 可以配置的 对 谢谢 几乎难得 好 那没有的话 再次感谢咱们的李老师 来 谢谢李老师 好的 感谢咱们的李老师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